LAYO 聊世紀天天都不幸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10點鐘方向的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特色開局就免費的羅車 雖然可以探土 但是不能去招牆巡迫的動物 喬治亞人的兵是比較主軸於騎兵路線 他的精冠技術阿茲怒騎兵 可以讓騎士的人口減少15% 打馬弓路線也是可以考慮的 喬治亞後期通常是打槍兵馬弓 還有莫娜斯帕大洛馬火槍的路線 會比較常看到 那他的弓兵路線的話 城堡時代其實也是能打的 城堡時代是二級射 二級射奴兵沒問題的 那也有喬治亞封建弓兵轉騎士的策略 中後期地龍時代在打莫娜斯帕的打法 喬治亞的打法算是比較靈活的 而且也算是現在的馬國霸主 後期的威力也非常強大 後期的強化教堂 也可以讓村民的工作效率 甚至超越法蘭克人 所以現在大家都不玩法蘭克人 都玩喬治亞這個新文明 但是喬治亞來說 他也是一個比較進階的文明 新手玩通常會玩不太好 因為他的轉兵會更加複雜 比法蘭克更難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選擇的文明是馬來人 那馬來人的特色是升級文明的時代速度 非常快速 而且步兵鎧甲是免費給的 所以他的後期主軸可以走步兵路線 那他的雙手劍兵也是可以升級上去的 但是沒有辦法到劍勇 那點一下金冠強制增兵 他的劍兵就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生產 所以對於後期沒有黃金的焦土戰的時候 可以使用雙手劍兵 馬來人的攻兵路線是比較常攻的主力部隊 馬攻路線非常不行 而且他沒有火槍 後期也可以考慮打金瑞毛相夫 折扣大象是最便宜的文明 而且他也是唯一一個毛相夫裡面 有這個異端邪術的文明 雖然這個不是很重要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我們先看到MBL 這邊地圖是開始圍了起來 正上方這個位置要趕快再圍過來 要大圍的話 支援量非常需求量很可怕 但是他沒有打算直接圍到底 打算可是要圍這個墓區 讓左邊有地方 對方可以進來的一個路線 HERA這邊則是黃金的位... 黃金還沒看完 黃金位置都是比較尷尬 偏正面 HERA這邊就很不錯 黃金兩個都在後方 前期的壓力就只有這塊附金 這塊附金壓力比較大而已 但是後面這兩塊黃金 沒什麼太大問題 右邊的黃金位置比較微妙的地方是 他裡的位置比較遠一點點 但是這對於HERA來說 我覺得是問題不大 甚至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 藏得夠裡面自己挖起來也是很安全 前期的問題就只有這塊黃金 這塊黃金只要不被控下來 基本上自己的贏面還是很高的 前期的馬來人 還是會比較多靠走工兵路線為主 極速升工兵 給到對方壓力也是很大的 當然他要走洛馬也不是太大問題 但他洛馬路線到了城堡時代 問題就是沒有馬鎧的部分 甚至連品種都沒有 所以大部分的馬來人 還是比較喜歡走工兵路線 升級速度過快 轉這個工兵轉兵 也是很好的 現在兩邊加力東京圍好 NBL這個圍加圍得蠻特別的 圍到石頭後面之後 再把這個墓區稍微圍一下 還以為他會這樣直接圍過來 想要再省一個木頭 這樣真的有省到嗎 不確定 這邊直接拉過來好像更好 但他這樣往上拉好像還要再多幾塊木頭 怪怪的 這個圍加看起來不怪的 回到一半突然 突然想起這什麼 突然覺得省個五塊木頭 好像也不錯 那NBL這邊是決定 要來打這個直層的感覺 有點偏直層 因為這裡連軍營都沒有下 那現在Hura也是為死 通常黑暗時代為死 就是代表說我不想要跟你打架 我就是想要打這個直層 那這跟我們的會員教學影片很像 這個直層打法阿拉伯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死 沒有其他的 其他什麼升級轉兵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為死 只有為死 才可以讓你的直層成功 而不是跳層變跳樓 跳層變跳樓 這不是直層 那直層部分慢慢升級上去 現在Hura要存點木頭 待會要補一下這個四級 還有兵工廠 兵工廠 兵工廠點下了 木頭的部分 還有一點缺 缺木頭 原本補了這個城門 木門不關心 木頭有點缺 好趕快補一個四級 升級應該還可以 大概會慢一點點 但喬治亞這邊瞬機很順暢喔 四級跟兵工廠早就已經點下了 擬千時代大約一分多鐘 Hura這邊慢了很多 好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MBL這邊 是已經決定要來升級上去 待會升成要打3TC的樣子 因為他在這個時間點沒有挖石頭 就意味著他不是上去要直接打莫娜斯帕了 而是先走一個3TC經濟流轉型 待會有石頭 再來打莫娜斯帕的一個路線 那Hura這邊應該也是同樣的路線 因為他也不可能打城堡時代的抓刀勇士 好這裡補了一個TC在實況地區 TC還有這個強化教堂 開始補下 可以增加這邊的工作效率 但這個強化教堂 如果可以的話再往後補一個會更好 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再補農田在這裡 這裡田也可以再撒一些草在裡面 會比較輕鬆 還有強化教堂加成 那前線的位置 待會這裡要補一個強化教堂 黃金跟農田才可以吃到這個強化教堂的優勢 那現在MBL有這個經濟場的優勢 馬來人Hura剛剛升級算落後 但升級速度夠快 也沒有落後太多 但TC也是很順利的升級上去了 甚至現在TC的數量 還有這個村民的數量 是目前穩定下來了 唉唷補下第四個 哇好快好快 好但是問題是二級農 要怎麼點呢 點二級農肯定會斷村的 所以現在不點二農 點個一個輪軸 點輪軸還是要斷村 不然點輪軸或二農都是要斷村 好斷了一下 好繼續農上去 好這裡Hura並沒有打算要去用四級買賣食物 因為這裡買賣食物有點貴 這裡其實是有個買賣食物的方法 去穩定暗暗暗暗暗 所以Hura覺得黃金比較貴 這個不要拿去換 畢竟黃金是有限的 多存一點錢 是對後續的發展也是不錯的 好四T是繼續農 兩邊沒意外的話 可能會直接升到帝王之後才打架了 因為這兩邊實在是太農了 好現在強化教堂補了三個 第三個果然是補在這個位置 右邊還有模仿 這裡的農體也能吃到加速 但是現在喬治亞人經濟 目前還是落後於Hura 這就神奇了 明明有強化教堂卻還落後 現在馬來人 4TC穩定下來了 MBL這邊有點 斷村的感覺 補下一根城堡 手推車也點下 從天來到26片田準備要來升級時代 準備要來升級時代 好看一下馬來人也開始挖石頭 這裡先插一根堡 插一根堡 這裡能插堡 這塊金就沒問題 而且還是高地堡 好就是插這個最邊邊角角 但是Hura打得很穩 並沒有打算要直接往前壓堡 而是在家門口先補一根城堡 即使這邊是第一處 好那MBL要是這裡能插一根堡 自己的優勢就會非常巨大 所以現在城堡的位置很重要 MBL 石頭也有在繼續挖 沒有斷 好接下來穆娜斯帕慢慢出場了 Hura這邊是第一時間補下槍兵的升級 你這個馬國 打騎兵的路線是高達87% 好這如他所願 這是走騎兵路線 而且這邊是走肉麻 這一隻 生侶沒事 活得下來 好穆娜斯帕把他打破了一個洞來 Hura這時候並沒有看到 走進去了 好開始在 這個門口 補不下來嗎 要不要把集野點是在這個位置呢 好現在手推車點下了 還有護衛技術 舊道院軍營 依序補下 馬來人後期也是可以 考慮走這個生侶路線的 雖然還沒有神圈戰士跟宗教狂樂 但是就俗思想跟音耍技術 是有的 而且招翔生侶也OK 但是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馬來人走生侶路線 並不是長久之路 還是要耗大量槍兵才行 但是Hura這邊還是想要走 生侶路線的樣子 連啟示思想都補下了 後面補下了非常多的軍營 家裏部分農田 想要繼續灑嗎 現在 資源量看起來比較穩定 看起來Hura的資源量是遙遙理先 MBL居然沒有點一級挖金 好像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Hura這邊也是點下一級挖金一級挖石 二級挖金挖石還沒有點 大槍兵點不下去 先靠生侶防守 現在Hura的方法 就是我出槍兵生侶等你過來送 當你送完我經濟起來 再換我往前推 再玩這個回合制遊戲 你打我一輪 我防守一輪 我防守兩輪 我進攻一輪 換你防守一輪 找這個回合制遊戲 那現在家裏生侶數量有點少 家裏的木納斯塔的問題有點難以解決 這裡可以再抓村民了 下面的木納斯塔要被戳到 馬來人死幾隻村民 問題不大 那是轉型的問題 要往前走了 ok 四隻生侶遭翔 應該沒有把我們找到東西 選擇了退出 右邊的槍兵直接戳 發呆的木納斯塔很舒服 你發呆我開戳 ok戳爛了 那MBL遇到這個轉型很麻煩 自習只能轉戰毛兵打 好 喬家走戰毛兵的話 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問題不大 問題是要不要轉戰毛兵喔 這間場狂會補 對 補戰毛兵就能搞定了 好 爪刀掃兩燒了 換我進攻了 我的防守路線已經結束了 換我開始進攻 那是MBL表示 我還沒有打算要停止進攻 這裏木納斯塔又來了 MBL現在最大問題是 金瑞木納斯塔很難點下 轉戰毛兵之後 轉型時間更慢了 Aura現在有正面的進攻優勢 生侶是帝王是在初期 一個很麻煩的防馬單位 那當然喬家人也是可以轉肉馬 轉肉馬就意味著自己的木納斯塔 雖然會更少 那現在最好的辦法 就是趕快繼續農上去 來到150村 農田多傻一點 那現在MBL最大問題就是 經濟有點失調 黃金挖了太多了 黃金雖然多是好事喔 但是沒有肉的話 生技也是一大問題 然後這邊的木納斯塔 又被槍斃給追上 還被戳掉了 這一坨 MBL很虧阿 好 正面槍斃往前戳 直接想要戳破正面的城門 但是這裡其實有一台巨型投石機 遺漏在外面 Era 趕快點下了 三級的護兵攻擊力 還有騎兵的攻擊力 好 能夠拆掉巨型投石機嗎 好可以 戳掉了 現在 勝率往前走 三台巨型投石機往前 必須攻城 槍斃開始 瞎幾八亂戳 反正我不怕你的馬 這時候MBL還在出莫拉斯帕 這時候出莫拉斯帕 要出的話也是出在城堡裡面 不要出來 困些數量才行 這毛兵三三來遲 這毛兵現在甚至連攻擊力 升級都還沒有只有毛兵 哇 HEROK 是不是用槍斃就可以戳死MBL 看起來有點像阿 好上面有一隻爪刀還在燒爐當中 趕快集火點掉吧 農田真的太少了MBL 完了 這邊這個城堡即將要死守 好雖然後面一隻有城堡在射 但是沒有單刀血的關係 一直戳的有點歪 這個射的很歪歪的 好現在射程沒有辦法點下嗎 後面的三隻槍兵還在戳村民 好直接轉火槍 好不演了 好轉火槍真的比轉戰矛還要快 但是火槍依舊是害怕生侶的 好我們看一下MBL這一波的轉型能不能拿到優勢 火槍兵出來 生侶過來 走 如果你是轉戰矛 Pera就不會想往前了 轉戰矛不賺 不賺 但是戰矛兵的轉型要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跟資源 應急之下還是轉火槍是最快的方法 好但這邊就是事實上趕快點 這裡就可以來招翔射箭場 來了馬來人的森旅戰 好慢慢補了下去 現在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上面也補了一根城堡 現在莫拉斯帕揮收在家裡 Ara只用了大量槍兵跟僧侶 加上巨型投資機 就把MBL放在家裡 直接鎖國政策 不敢出門了 好左邊巨型投資機順利拆掉了城市中心 直接秒殺 裡面的村民色色發抖 強化教堂 又被拆掉了 現在很尷尬 MBL想打一波 這邊在等金瑞莫娜斯帕 摩娜斯帕的數量有三十幾隻 但是要如何抓掉後面大量的僧侶 是一大難題 敲架人 沒有火炮 所以打後排 只能正面突破 好火箱兵被招翔往後拉走 斷招翔 好這裡招翔要直接硬上了 看一下這一波 招到了一些火槍兵 好招完第一輪 之後再招第二輪 正面的莫娜斯帕往前 想要突破槍兵的防線 想要摸到巨型投資機 這一波巨型投資機有點難摸到 後面村民還在招翔 但槍兵數量也是有點多 第一波正面交戰 MBL成功突破防線 但是自己的莫娜斯帕數量 有點下降了 只剩下15隻 雖然HERA很努力在招翔 但最後 這一波槍兵配森旅 還是被MBL成功突破了 漂亮漂亮 MBL這波打得很好 好左邊 交戰完 右邊也開始有一些爪刀 左多線 HERA 這裡多線 但是MBL這個城堡怪怪的 我們覺得蓋這裡會更好 或是蓋這個位置 都不錯的感覺 好 沒關係 MBL有自己的考量 這裡三根城堡的位置 實在是有夠相近 這裡三柱箱 到底是為自己上箱 還是為對手上箱呢 不確定 好 那HERA看到這個狀況 我也來三柱箱 那我這三柱箱的位置 比較偏遠一點 上箱上箱 好 前面這個大柱的箱 現在屹立不了 現在MBL沒有辦法 可以拆除這根箱 那 好 巨型頭11 要往前了嗎 現在 苦風爐點下 好 現在22隻 莫拿斯帕 開始往裡面送了 但是我是覺得 這裡往裡面送 雖然也算是正常打法 來現在正面 MBL 似乎沒有想要太多 去轉正毛兵解決這個問題 只是想靠火槍去解決 正面的槍兵配生女的問題 似乎壓力還是有點大 好 MBL選擇了一個簡單的解法 但是簡單的路 逃走 但是不一定 會很有用 結果槍兵直接 抽爛了火槍 火槍只剩下少量幾隻 OK 這波還是賺了 後面的 莫拿斯帕抓到了非常多村民 HERA的村民處 直接下降到只剩下 不滿120吋 莫拿斯帕的傷害 還是很頂級的 攻擊力每一次都跟 滿 滿記憶體的遊俠一樣 重點是價格便宜啊 數量又多 HERA能夠擋住這波的衝鋒嗎 這波衝鋒使得 莫拿斯帕大量突破 漂亮了 HERA 是NBL NBL漂亮了 哇 這波殺了好多村民 下方的城堡 這根城堡 鐵刀壓力也是很大 這兩個渡箱 防守效果不錯 又更多莫拿斯帕衝了過來 現在 HERA 巨型托斯帕又補了三台 抗兵繼續往前防守 兩邊就是在比誰的黃金數量夠穩定 但是NBL這塊主金被壓制住 但是這個金拿不回來 被HERA的城堡給控制住了 怎麼辦呢 要不要轉個巨頭 轉巨頭了 突然知道開菜的重要性 現在莫拿斯帕的家裡 吐了個一波 但是最後還是被解決 唉呦 臨死之前還抓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好 壓力又回到了正面 NBL依舊不轉戰毛病 火槍 沒有繼續按 甚至連射箭場都沒有補 看來這一波是鐵了心 要用莫拿斯帕跟你正面硬打到底 後面重新撥人魔防 讓這些串民可以自己回去農地裡 好好地開農 現在巨型投資機可能會從這裡開始出發 巨型投資機 從家裡出發嗎 這裡出發很快就被打掉了 完蛋了 NBL這邊產巨頭 就意味著進攻很困難 其實NBL可以這邊產巨頭 這邊開始進攻這根城堡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這裡的話 防線有點薄弱 這裡至少有三柱箱可以防守 感覺巨頭出來的位置 有點微妙 感覺是伏筆 因為這根城堡 絕對是沒有辦法堅挺太久 而且後續也沒有其他的城堡可以做以後續的防線 對正面也沒有火槍兵戰寶兵 待會只能用莫拿斯帕直接硬扛巨型投資機 吐了 簡單了 這坨莫拿斯帕又要送掉 雖然正面硬扛 但是依舊擋不住 大量槍兵直接戳上來戳掉一台巨型投資機 這兩台巨型投直接擺給四百斤 這裡至少損失了快要一千斤 但後面有大量莫拿斯帕直接從後面突 衝鋒 這波衝鋒非常漂亮 直接打掉了巨型投資機三台 後面的聖旅也來不及招牆 只招到了一兩隻 但是槍兵的部分還是對莫拿斯帕造成大量的傷害 這一波傷害讓莫拿斯帕也變得快不成軍 MBL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HERA這一波後面雖然有點拉插 三台巨頭被拔掉 但是至少被拔掉之前 城堡也被拔掉了 一旦被拔掉 後面這些區域的村民直接掛掉 農田也大概損失三四千木頭 整體來說MBL要後續再回來發展起來不太可能 而且最重要的主金也拿不回來 所以只能被迫打出GG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MBL拿到史物上勝利 但是其他資源都輸 黃金的部分只輸了2000 還沒有到非常誇張 雖然有三生物 但最後還是被拔除了 好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